ATV2012亚洲小姐竞选冠军 兼亚洲女性魅力大奖得主陈彦庸 和桂军斯维兰娜古拉高华 早前就上了亚者百人 和Kengor分享参选点滴 今天的文青团 我们有黄文涛和古卓文的 Hello Hello 今届的亚洲小姐 这个位置都是应届的亚洲小姐 其实最难记名的位置就坐在这里 就是不是你 你旁边的八个字 斯维兰娜古拉高华 为什么要选择它读呢 我想它读一读它的名字给大家听 是的 你可以为我们英文说你的名字吗 Svetl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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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古拉高华 古拉高华 不 古拉高华 所以我说一读读 不要读一读读 再一次 Svetlana Svetlana Gulakowa 好像说古拉高华 古拉高华 又要问一下为什么 其实一个台湾姑娘 一个俄罗斯文 不是俄罗斯文 可以这么厉害 你是为什么要学的 那时候你是读书的时候学的 是读书 因为我去俄罗斯读书 为什么会选择在俄罗斯读书 是共争的 是共争的 另外,黄文韬、李健龙和彭远阳 就约了燕容和桂军齐真神 去聊天喝东西 还即场唱歌 我想问你在挪威 对 在挪威流河 其实挪威是怎么样 以及挪威人是怎么看中国的女生 首先挪威是个北欧国家 这个知道 然后环境很好 所以说一下很难 可否尽量说广东话 我们一位广东话评到 我找个小哈 小哈,没错 我们会笑你的, 吵又至你 他觉得中国人很可爱 是什么, 调定 很尴尬 他觉得很清楚, 很友善 是吗 在那儿留学几年 快两年 两年 因为我是一个兴障学者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就要留意明晚七点 在亚洲电视本港台播出的 ATV亚洲小姐竞选二十五届 亚者百人